Bosco 大老神父, 泰國耶穌教會派你去南部, 教了一群有耶穌無法教的死女人, 你能否承認? 其實,那些人可能會覺得, 這間鋪屋不是很高的學點, 可能會很難教, 又或者他們家的背景很複雜。 但其實往往這些, 天主都很特別愛他們。 Bosco 大老神父, 大部分泰國家庭仍是喜歡拜祭佛像, 這群人坦信不信耶穌? 他們的信仰是非常簡單的。 啊,他們接觸耶穌的機會很少。 啊,家庭未必能承認這件事。 Bosco 大老神父, 對著這群蕭香煉佛的全家屬, 你賣即是對牛彈琴, 正一是老鼠拉貴, 沒有掌握手。 我第一次聽到一條斗機, 跟我說話。 喂! 啊, Bosco 神父,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福音嗎? 其實這句話, 好少人, 好少少朋友會這樣說, 他想聽福音, 福音對他來說的意思很大, 他聽到福音這兩個字, 而且,他認為是一個很懶惰的東西, 同樣會給予他希望的一件事。 Bosco 大老神父, 你現在的工作是做什麼? 在寄宿道的工作, 最主要都是由他們放學開始, 直到他們臨睡, 他們在寄宿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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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寄宿道, 他們在寄宿道的工作, 或是回家裡, 那麽我們可以給予他們一個很懶惰的地方。 我們可以跟他們一齊, 我們可以認識他們, 可以幫他們克服一些他們學習的障礙, 和家人的一些障礙, 希望可以帶來一些他們一生的改變。 Bosco 大老神父, 那你怎看這份測試的前景呢? 他們很坦誠, 他們見的世界很狡猾。 我們為他們打開世界一小快, 他們已經對人會發光。 其實他們, 可能喜歡, 有大人將這個世界送給他們, 將基督送給他們, 只不過沒有人這麼狡猾。 他們有些調皮的刀, 他們可能也不會馬上聽話, 有些情緒的問題。 一些的, 可能自己自理的問題, 可能很難克服。 但我們有很大的耐性給他們, 到頭來其實他們都可以的, 其實他們很狡猾的, 他們很狡猾的, 他們很狡猾的。 有感feed, 你們認為。 Especially,